175年6月,刘豫穿越宜蒙山区,时控拒灭水,距离南淹都城广固不到100公里,慕容超举国动员8万兵力,囤积在林区,准备同刘豫3万北伐军决战。 据灭水北边就是卢北平原,在平原步兵打骑兵非常吃亏,刘豫改变战术,将4000辆资重车布置在步兵队列两侧,车辆外侧张挂布曼,以防见识。 驾车者都持长硕站立车上防范淹骑兵的冲击。 首尾相连,排成长达树里的步车方阵。 刘豫安排妥当后,步车方阵骑头并进,当行至林区城南树里时,慕容超看到刘豫这种阵法,表示看不懂,不过这个是决战。 只能指挥万名燕军聚装骑兵,持出城外与禁军交战,双方展开残酷的攻坚战。 燕军骑兵始终无法攻破刘豫4000辆资重车的防线。 而刘豫的步兵,在协助战车击退敌方骑兵的同时,决身勾限制对方骑兵机动,步步围营朝林区城推进。 战斗从凌晨持续到傍晚时,刘豫采用布下胡帆的建议,分兵五千,从侧面迂回到驱城下,登上城墙砍到燕军骑致, 并扬言是从海盗而来。 此举使燕军以为遭前后驾击,军心动荡全线崩溃,刘豫趁机发起纵攻,全歼来不及逃跑的燕军。 慕容超带残兵逃回广固,此战就是临取战役。 刘豫首创的这套步兵克制骑兵战术,被厚实广泛学习。